旭光高中空手道隊選手 旅旅在國內外賽事有出色表現 但長年以來訓練場地都相當困難 因此希望能興建專屬的訓練館 強化選手實力 並成為中部空手道訓練中心 不要再有淹水這個問題 然後可以好好的訓練 希望他們也可以就是利用這個新的場館 可以創造出更多的新的成績 這麼艱困而且很簡陋的場地來訓練 居然還可以塗髮練肝 可以練出非常有成績的這些國手 我們希望趕快把這個空手道館完成之後 讓我們的空手道的這些選手 能夠有一個比較安全比較寬敞訓練的空間 我想這樣的話對孩子的訓練成績 一定會更加的有幫助 小朋友認真刷洗訓練用的軟墊 這次的梅雨讓他們戰界的場館泡水 前來視察的教育部長潘文忠等人 見到選手及教練 在門熱的地下室會和打掃十分心疼 決定今年度不住3200萬元 興建符合國際標準的訓練場館 地點也會設在原來旭光高中的校本部裡面 選手可以就近來練習 而且這些設備設施 也可以符合到國際比賽這樣的一個標準 我相信在這樣的一個環境底下 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練習 更可以來激勵我們這些奮發向上的孩子 未來可以為台灣再爭取更好的運動的成績 為落實照顧縣內優秀選手 議員廖子佑就期望縣府能夠輔導優秀選手 擔任專業運動教練或是從事體育相關職業 進而強化本縣體育運動的發展 及提供就業管道 我們縣內有很多優秀的這個體育專才的人才 為國家拿到這麼多的獎牌之後呢 他們的出路也是要我們為他們要考量的一個地方 也希望說能夠來跟中央爭取更多的那個 我們的專業教練在他們這個專場裡面 有給他們有一個發揮的一個空間 南投線空首到委員會表示 18年來學生們雖然沒有專屬場地 但卻能攪出65面全國賽及10面國際賽的金牌 並有11位學生獲得總統教育獎 相信正式場館興建完成之後 一定能夠培育更多優秀選手為國爭光 免疫新聞侯一輪超臀採訪報導 到時候 到時候 到時候